我问你,认识那女人多少天了? 啊,九天 你跟那女人什么了几回? 八十一回 啊,九九八十一,每天九回? 有时候少点,有时候多点,拉平了,九回吧 你倒好,吃完早饭吃午饭,吃完午饭喝下午茶,晚饭甜点加宵夜 还要吃点零食,喝喝瓜子,嚼嚼冰了 我看你,纯粹是浩子舔猫鼻子,作死 这个九九八十一回的硬汉,是敦煌莫高窟最有名的画师桑子明 故事发生在几天前,桑子明是个穷逼画家 好哥们王生经常帮他找一些画画的活 这天好不容易接个大活,但怎么找都找不到桑子明的踪影 没想到的是,这个二逼居然是去追狐狸了 一只狐狸,浑身一抹黑,脖子一圈红毛,真好看 正光瓦亮了,大脸结了 在什么地方,我在那画画,一抬头,他跑出去了 公的母的,我怎么知道,不过看那漂亮点,大哥是女的 那什么女的,那叫母的 王生说你可别他妈下嘚瑟 如果狐狸成精了,可够你喝一狐的 随后二人来到了石窟现场 原来是节肚时李怀让,听说桑子明画画挺牛逼的 想让他给自己死去的女儿画一幅肖像画 但桑子明说,画倒是没问题的啦 关键我也没见过你女儿啊 光靠你上嘴皮一胖下嘴皮,描述着画,那画得也不像啊 这事有点难办 这时李怀让看到了石窟上的壁画 最后双方敲定 按照壁画的形象,先画个草图,然后再进行修改 也就这功夫 一个莫名女子跑进了桑子明的山洞 还用毛笔随意地涂改了他的画 当二人再次回到山洞就发现了不对劲 王生说肯定是那只狐狸干的 桑子明拿起一瓢红色染料 哭叉倒进了水塔里 然后两人来到了山下的月牙泉 果然发现了一片洪水 这时桑子明夹击一下被一把琴给绊倒了 两人回到了山洞 桑子明撸胳膊挽袖子就像弹上一曲 结果 两人顿时都有点懵逼 我俏里娃太他妈吓人了 桑子明不信邪啊 晚上突然哭叉的又闪电雷鸣 而且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求救声 桑子明冒着大雨跑进了树林 结果在深山里捡到了一个昏厥的漂亮娘们 她把她带回了山洞 放在了自己的床上 一摸鼻子还有呼吸 只是晕了过去 但其实这个女的是装晕 当桑子明脱的差不多了 开始烤衣服的时候 女子突然哭叉坐了起来 哎呦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住的地方 你住的地方 你向前害理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你把我脱的金光 前世上下都叫你摸过了 你 你不是人 我没有 我替你把石衣服换下来 我来看 我可以对你发誓 发誓 发誓有屁有 你把我弄完了 还在那擦 我擦什么了 我 擦你见不得人的地方 我什么地方见不得人 你的嘴可以握手了 我擦了怎么样 湿了不能擦吧 你湿了擦不擦 你湿了擦不擦 最终实在给桑子明整肩眼了 哭吃就扑了上去 爱他吧 谁谁 经过一夜的生死较量后 两人敞开了心扉 原来女子明叫莲香 是镇上猛青楼的高级服务人员 早就对桑子明仰慕已久 两人很快成为了牌友 有了莲香的陪伴 桑子明很快完成了李怀让王女的肖像 画得该说不锁一点毛病没有 但就是和李大人的女儿不太像 小女更加天真烂白一些 她的脸更加圆一些 下额坚硬一些 能不能画一张她打鼓的姿态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我会遵照大人的意思 再打一个小样 晚上桑子明又拿出了那把鼓琴 心思找找灵感 谁料又有一个女子闯进了她家 她还以为是莲香呢 结果不是 我没说我是莲香啊 桑子明说 那你谁呀 这么晚了上我家干啥来了 原来此女子是李大人的亲侄女艳 听到洞里有人弹琴 还弹得怪好听的 所以就进来了 而且她和李大人的女儿从小一起长大 就连琴侣和妖骨都是师出同门 燕儿谈了一曲 曲到动情时伤心的哭了 桑子明趁机上前安慰 说着说着还上了手 燕儿说你干啥呀 天都黑了 俺可得回家了 结果还没走两步 哭吃就掉进了水潭里 衣服都湿透了 她索性往回游 结果一不小心 哭叉又把桑子明给薅嘴里去了 善良的桑子明怕燕儿着梁别再养了 用身体温暖了她整个晚上 两人彻底成为了牌友 燕儿还捂起了腰骨为桑子明当模特 很快那幅画就完成了 可李大人看到画后却一脸懵逼 其实燕儿正是李大人死去的女儿 只是桑子明跟个撒逼似的不知道 一度的贪图美色 但燕儿却说 结果没出半日 她又想打扑克了 可是先进来的却是莲香 看着体态虚弱的桑子明 莲香一大脉发现 这怎么只剩下半个腰子了呢 桑子明是死活不承认燕儿的存在 而此刻的燕儿正躲在门口 莲香也没有多想 打了一把扑克就走了 以后还是初一十五再来 燕儿一路跟随 回来就跟桑子明说 莲香可不是好人呢 桑子明有点不耐烦了 你快得了得了 就这样桑子明又潇洒了好几天 当莲香在药店 抓好了二百六十位帝皇丸 再次感到煽动时 桑子明的身体已经快被掏空了 啊 九九八十一 每天九回 有时候少点 有时候多点 拉平了 九回吧 这个九九八十一回的硬汉 身体已经快被女鬼掏空了 莲香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 而是一只成精的狐狸 她使用针灸之术 哭叉哭叉 给桑子明扎了九九八十一针 并用玉女神功为她恢复了元气 结果都这比二了 桑子明的嘴还不老实 很快桑子明就恢复了元气 但等莲香走后 她又美业的和燕儿纠缠在一起 没过多久 她就身体虚弱的从话台上掉了下来 彻底病入了膏肓 李大人听说桑子明拉了 特意前来看她 而快死的桑子明 就想知道李大人的女儿 到底叫个啥名 桑子明彻底懵逼了 终于相信燕儿就是女鬼 而她的魂魄就藏在那把古琴里 她让莲香弹琴 把李燕儿整出来 就想问问 凭啥这么霍霍我呀 果然一弹琴燕儿出来了 被莲香堵在了山洞里 来吧说说吧老妹 怎么个事啊 谁料燕儿扑通就跪了下去 开始哭诉 原来她是跟随她爹一起来到的敦煌 知道桑子明要为自己画画 所以现身 希望她照着自己的样子画的像一点 也算给她爹留个念像 谁料画着画着 两人就产生了真感情 叶叶相换 人且不堪 更何况是阴阳相隔 人家说 不能冥死人 怎么 那是财补者流 我并非其类 俩老妹儿落得到这挺好 可桑子明在镜子中看到的却是俩妖怪 嘎一下就背过了气去 燕儿着急了 砸整个街赶紧救人哪 只要能治好她 让我砸的都行 恐怕治好了 你们救急难改 还不是死路一条 脸香姐 如果桑狼起死回生 我一定买手黄雀 永不献身 脸香早就有了主意 她拿出一大盒子药丸的 只需要燕儿把药丸含在嘴里 亲自喂药便可以救桑子明 但燕儿却有点不好意思了 天天做的事不会为难吧 就这样很快桑子明就痊愈了 三人过了一段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脸香才知道 燕儿现在是个孤魂野鬼 而且她的阴间户口被判官收收贿赂 卖给了别人 所以她不能转世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两人已经成了好姐妹 脸香决定陪她去一趟地府 偷回户口被 然后施展法术 让她借势还魂 但是说起来容易 去地府还是困难重重 燕儿说 没准咱们连大门都进不去 把门的神要是色鬼 咱们冲她 非非媚眼 吊吊棒子 要是才没转向的 咱们就给她个大大的红包 来台大彩店 对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两人哭叉一下消失了 来到了地府 事情进展的很顺利 他们贿赂了小鬼 不仅拿到了燕儿的户口 还趁阎王喝懵逼的时候 偷来了生死簿 并找到了一个 刚刚死的 也叫燕儿的户口 几天之后 有人找到了桑子明 说她家小姐昨天刚死 今天就活了过来 还指名道姓地说 这辈子只嫁给 敦煌墨高窟38栋的 桑子明画实不可 故事的结尾 桑子明成功当上了坠序 过上了快乐美好的幸福生活 至此本片结束 散会散会